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不断总结问题 解决问题 才能使我们更加的进步 我是郭帆 我与世界所 大家好 我是郭帆 大家知道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是什么吗 它的名字叫《六十年后的上海滩》 诞生于1938年 讲的是当时的人啊 想象中的六十年后的世界 充满了对科技的遐想跟向往 这也是中国电影人第一次尝试我们自己的仰望星空 那么时间来到1995年 这一年啊 有一个15岁的少年 第一次看到了由詹姆斯卡麦隆指导的《终结者2》 电影里那些震撼的情节跟视效 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来讲 如同一个绽放的新世界 于是那个少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星空 种下了那个科幻的这颗种子 那个少年就是我 20年以后的2015年 我们开始了电影《流浪地球》的剧本创作 那是第一次与梦想触碰的机会 曾经有人问我 在中国《红无道友》 拍出一个堪比好莱坞同类题材的硬核科幻 最困难的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信任 这是一个信任的链条 投资人是否信任你 你是否信任你的团队 你的团队又是否信任你 以及你是否信任你自己 毕竟这是一个高风险 高成本 且结果未知的旅程 从最开始的两个人 我和制片人龚格尔 到最后成片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台前幕后的7000人 四年来 我们彼此不断地历经着怀疑信任的循环往复 无数个不眠的剧本之夜 每每到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 我总是会对着窗户发出人生的三问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在正式拍摄的阶段 我才真正地意识到 由于电影工业的差距 在中国拍科幻电影 不仅是一件艺术的事情 更是一件技术活 由于我们缺少经验和对应的技术部门 很多看似简单的工作背后 隐藏着巨大的未知的工作量 举个例子 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 电影里面的空间站的场景 里面有很多屏幕 那些屏幕里面有很多数据信息 还有一些是用来跟演员要互动的 那么我们为了追求真实的质感 所以我们用的屏幕都是真实的 那么最多的时候 一个场景里面有一百多块屏幕 这一百多块屏幕的背后 是不同的显示器 不同的Pi的或者手机 当我们实际去操作的时候 问题来了 怎么能够把不同的品牌的这些 Pi的手机和屏幕连接在一起 如何操控 是遥控还是蓝牙 我们都尝试过 但最后失败了 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用土办法 所以有一个特别壮观的场面 就是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一百多块屏幕 一百多块屏幕背后 是一百多台笔记本 那么每一台笔记本之后 就是有一个人 也就是说现在有一百多个人 这就是我们遇到的 没有经验所带来的结果 再说一下特效 也是由于缺少经验 我们在每一个镜头上的 试错时间很多 整部影片有 2003个特效镜头 那么一个镜头改 实际版是经常的事情 其中我记得 上海外摊 摊塌的那个镜头 我们改的最多 改了251版 那么平均按每一版 我和特效人员沟通 需要花三分钟计算的话 那么光在这一个镜头上 我们累计大概要花 700多分钟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 整个团队基本上 每天只睡三到四个小时 我们真的是一个把 睡眠当成爱好的团队了 但是大家并没有抱怨 因为大家心里 都憋着一股劲 想证明给大家看 其实中国做的特效 不比海外的差 那么苦功夫是值得的 最终整部电影 75%的视效镜头 是国内的团队完成的 那么有一些镜头 甚至比海外做得还要好 最终的效果 让我为他们骄傲 除了技术团队 我们的演员也跟着 吃了很多苦 电影里有一种道具服装 叫做外骨骼装甲 我记得第一次穿 需要八个人花三个小时 穿完之后 演员不敢吃东西 也不敢喝水 因为你每次去一次卫生间 都要花费很高的成本 他们也没法休息 因为那身衣服非常硬 所以我们当时 逼着没有办法 发明了一个 叫龙门架的东西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演员 挂在那个地方 它就可以轻一些 所以最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几十个演员 都挂在那个地方 那么国际上 在拍摄中的时候 会用到机械臂 或者风洞 那么由于我们的预算 有限 所以我们只能靠 传统的 手动的威亚 去做 我记得 吴京在拍摄 威亚镜头的时候 一天就要大概 拍十几个小时 而且他当时的宇航服 是八十多斤重 再加上他自己的体重 再加上他还要帮助 另外一个不太熟悉 威亚动作戏的外籍演员 所以他往往在一个单点 比方说大腿的一个单点上 要承受四五百斤的重量 那么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之后 大腿根都磨烂了 还有达叔 吴木达老师 拍摄我们那场戏的时候 他刚刚做完了 心脏的搭桥手术 我们其实 一开始准备了替身 是一个坠落的镜头 达叔当时跟我讲 还是用真身吧 他自己要上去 当他从高空坠落的时候 我们的镜头推过去 这时候观众可以看到的 那个人是他 而不是一个替身 一直到现在 每次想到这些场景的时候 我依然会感恩并 感动他们的付出 最终我们用八个月的时间 构架了整个的基础世界观 建立了从1977年 到2075年的百年变年史 绘制了三千多张盖摄图 和八千张的分镜 制作了一万件道具 搭建了十万延展平米的场景 历经了无数的失败跟困难 我们有一本书叫 《流浪地球》的创作手册 上面写了二十万字 但依然没有囊括全部 好在我们最后把影片做完了 2019年2月5日 《流浪地球》上映 国内的票房是46.88亿 全球票房累计7亿美元 各界也传来了认可和肯定的声音 曾经那个15岁的少年 终于朝着他的星空 迈出了第一步 在电影的筹备过程中 我一直迷茫于 中国科幻里的中国两个字 怎么体现 一开始我总是在寻找一些 形式上的东西 比方说符号 形状 颜色 直到后来我去旧金山的时候 去到工业光摩 工业光摩是全球最大的 做事效的公司 当然我们去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跟他聊一聊 看能不能便宜一点 帮我们做事效 当然后来他们拒绝了 但是我们跟他们讲 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他们的兴趣度非常高 他们的创作者也问我 有一个疑问说 你的剧本里面 为什么在救援的时候 会派150万人 其实就在那一刻提醒了我 在我们创作中 我们是在参考汶川地震 参考非典疫情 这些重大的灾难出现的时候 我们总会有 成千的上万的人 有志愿者 有军人 去出现在现场 在那一刻我突然想 这就是除了家园之外 中国的另一个文化内核 就像我之前看到过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叫逆行 是一个消防队员的背影 旁边都是撤离的人 只有他逆向而行 奔向火海 如果这个人脱下那身消防服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而这个普通人 在那一刻的选择 让他成为了 大家眼中的英雄 我们没有超级英雄 没有钢铁侠 没有蜘蛛侠 但是在关键的那一刻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普通人的 那一瞬间的决定 让我们成为英雄 就像在《流浪地球》里面 每一个人物的决定 像吴京 像达叔 像台前幕后的七千人 是他们的那个决定 那个选择 让他们成就了这部电影 这也是中国科幻人 交给世界的一个答卷 中国科幻这条路上 有很多的孤独的先行者 而我们在坚持的就是 希望能够通过科幻 让世界不受干扰的 看到今天真实的中国 我们的精神面貌 我们的价值观 以及更多属于 中国人的印记 我很庆幸自己 生于这个时代 我们的国家日益富强 我们的科技日新月异 我们拥有一片 肥沃的科幻土壤 从1938年到2021年 人类探索科学的脚步 从未停歇 电影人仰望胸空的梦想 也从未止步 好多人说 流浪地球开启了 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 其实我更愿意说 它是中国科幻的 一个有意义的足迹 一个指向未来的路标 我们从先辈的手中 接过火炬 终将化作星星之火 成为中国科幻 电影追求浩瀚宇宙的序章 尽管道足且长 但是我们选择希望 就像电影里 刘碧强对儿子留起的那句话 三 二 一 抬头 那片星空中的每一颗星星 都是我们对中国 瘦画未来的遐想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高班老师 刚刚给我们带来的 这样的一番演讲 特别是当最后的 那一幕星空亮起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眼睛都湿润了 我看到很多人 都陷入到了您的 那个科幻梦当中 那个15岁的小男孩 我相信看到这片星空的时候 一定会觉得特别的了不起 因为一个人 一群人 一个国家 一个时代 我们都在完成 一个了不起的梦想 其实因为去年的新冠疫情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觉得您在创作作品当中 也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大的命体当中 特别是在当年的流浪地球 和现在正在策划的 流浪地球2 我相信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主题 我也想问一下 那在这两部剧当中 它阐述的是怎样的一个内核呢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团结的状态 包括第一集一样 我们会延续这个状态 我觉得地球其实 在科技的影响下 它变得越来越小 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已经生活在科幻之中了 就像我现在戴着这个 同声传译的耳机 我们很方便地把彼此的语言 通过这个翻译过去 同样我们通过科技 通过我们今天的很多技术 可以让地球变小 那么我们彼此之间会靠得更近 那么这个地球的命运 其实也是我们的命运 所以我们要真正地能够团结在一起 才能共同地去维护好我们这个地球 这也是我们在去做《流浪地球2》的时候的一个 主旨的一个目标跟核心 好 谢谢郭帆老师 好 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了 好的 第一位同学 特别快就迅速举手 请大家这样子 我们必须有好方便 我们才知道 我们必须有好方便 而的 我在杜玉米演唱的台诺,他搜导主的台诺, 我一点看见他,他会被她接触云的关系, 在中国的台诺和内容, 在台诺和演唱会的台诺 他叫做演奏的台诺, 他讨论他, 而当羅常的演唱会为他, 我一点看见他, 他将 hacemos一件事, 他们在台诺和演唱会, 我相信一个基本规律 这个基本规律就是 技术会影响我们的生产力 然后生产力会推进我们的效率 由于我们现在拍摄中 使用了很多的新技术 比方说我们会用5G的技术 我们会用3D打印的技术 但是大家要知道 不管是5G的技术 还是3D打印的技术 在最开始发明的时候 它并不是因为电影而发明 那么我们把一些新的技术 不是最初用于电影的一些技术 放在电影中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一个 好的组合的方法 寻找好一个流程 这样的话 我们有可能通过技术的革新 能够缩短我们跟好莱坞这些先进的电影国家的这些差距 谢谢老师留给我们很好的作品 谢谢老师 那这个影片是改编至刘慈欣的小说 那么大刘老师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表达就是 我们在选择离开的时候 是带着我们的家园 这个跟几千年来 我们对我们的土地的情感是有关联的 什么几千年来 我们都是热爱着我们的这片土地 所以即便是在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家一起离开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独特的中国的表达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郭老师 您好 我是来自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我叫周星然 想冒昧地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我看过很多电视剧和很多电影 然后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剧中的一些重要人物 在即将逝世之前 或者即将逝世之时 都会使用一些大量的语言 去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为什么不尽可能多地 去尝试用一些微表情 肢体语言去诠释人物内心呢 谢谢 这个是要分情境的 有些情境下 可能是需要去用语言传递的 比如说我们去写一个剧本的时候 最核心的是要写的是戏剧动作 我们最好是用我们的动作跟表情 去完成这些含义的表达 而不是留意表面的用台词去表达 谢谢你对我的提醒 我到拍摄第二集的时候 有人如果牙牙 我让她尽量少说两句 好 谢谢 好 谢谢 对于这些小型的游戏剧场 对于车里面的游戏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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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我们的知识 的关系 是与这些人的知识 从来的观点 我们的游戏剧场 我们的观点 营试者 我今天想问你今天 为什么 因为当他做了《The Wondering Earth》 所以在《The Wondering Earth》 所以在《The Wondering Earth》 所以在《The Wondering Earth》 一身游戏 就像你来到中国一样 你会亲眼看到中国的变化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 特别是科幻片 我们展现一个 不一样的中国 一个真实的中国 因为有一些观念 比方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功夫一样 因为你在这儿生活 你会感觉到他们都会吗 不会 对 好像我之前还听说 每一个中国家庭 是不是养一只熊猫 首先没有这么多只熊猫 第二 熊猫其实是熊 它不是猫 它其实很危险 类似这些印象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如果有机会 你们回到你们的家乡 帮我们去传递出去 中国不是几十年前 甚至于上百年前 大家的印象 中国是一个新的样貌 希望大家可以正确地去看待 正确地去传达 谢谢 谢谢 感谢老师 好 谢谢 好的 那再一次感谢 勾翻导演给我们带来他的故事 也感谢流浪地球 荧幕后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 也是因为你们 让全世界都看到 中国不仅能够做出科幻电影 还能把它做得非常好 那不断超越前人 迎来一个一个更好的时代 谢谢各位 叫每个人他们说 我们还有七个小时 我们的地球就没有了 和每个人来帮助 然后他们都来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 我希望第二步会出现我的国家 最触动我的地方就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达 然后我觉得中国的科幻可能说是由此开启了他的里程碑 如果回到我的家乡 我也肯定就是会想我的家人啊 这位朋友啊 这样是中国最好的一面 中国的这个快速发展 然后中国的科技 包括高铁啊 就是微信接付啊 外卖啊 就是我们在这边生活的 各个方面的便利 希望能够通过科幻 让世界不受干扰的 看到今天真实的中国 我们的精神迷幻 我们的价格 我们的价格 希望在这边 在中央的科幻 世界中央的球产生 可以看到今天真正的中国 无缘的离弱 比较尽 我们的其中央 这边的中国人 我们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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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主体 我们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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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爱过这心